法四常说 不要和众生结缘 如果看人作窝 机缘不成熟时 宁可由他去 而不要劝说 劝阻 但有时不加阻止呢 他可能会伤害更多众生 请问人如何去做 这个要观察智慧 就是你有智慧 观察这个机会 机缘 那么怎么个观察法 你要懂得 佛家讲的善巧方便 人 它是什么样的根性 在什么时间 说最恰当 在什么处所 说最恰当 这是最简单的 人 四处 如果都很恰当的时候 他会很容易接受 所以不接受 他不反对 如果不是恰当的时候 你提出来 他不能接受 甚至于他会跟你结缘 说人过 很不容易 说人过是大慈悲 我们在求学的时候 老师常常跟我们讲 自古以来 这个儒家念说人 说人过的时候 是两种人 一个是父母 一个是老师 父母过老师 说你过很简单 看到会教训你 但是不是父母 寺长 就不太容易接受了 所以朋友之间 归过全身案 那是真的有智慧 真正是知己的朋友 还要看实际影音 不是随便可以说的 这很不容易 所以是口为厚福之门 有时候我们 说者无意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你跟人的怨恨 接下来 不知道怎么接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接的 多半都在言语当中 所以孔子教学 言语是第二个口目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圣人把这种事情 看得这么重 那在佛门里面 你看实际案里面 你能够体会到 他把口业 看得最重 为什么呢 口业讲了四条 身指讲三条 业讲三条 口讲四条 这就是说是 把口业看得很重 最容易犯 所以无量寿经 这个善乎三业 他把口业列得低 不像其他大臣经里面 讲着这个 这个诗善 总是讲身口意 而且是无量寿经 是讲口身意 它是这样排列的 这个排列都有用意 这说明 我们修净土的人 念佛的人 求生净土的人 对于口业 要特别重视 要特别重视 为什么 随便随着别人 随便随着自己 这个道理要懂 嗯